今天 请蓝天愚的朋友来到这儿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想让我和蓝天愚的事情 水落石出 马上有个结果 是余丽萍余老板 非要见你们 他认为你们的意见 能左右我的判断和选择 他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不愿意等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时间 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 等于愚蠢弱智 我在生意上之所以做得好 那就是因为 我从来都是把时间 以一当时地用 所以今天我决定 给蓝天愚三天的考虑时间 三天 在我这里就等于一个月 我想应该够了吧 余丽萍啊 首先 最好别用愚蠢弱智这个词 黄九恒 就因为这个词打过人 还好你说的不是他 还有 你用你成功的生意经 来比喻感情 不太合适吧 你赚了点钱 就有指点别人的资本 让别人服从你 这个有点尖刻吧 怎么有点女版白志勇的意思啊 闭嘴 你说你说 你说不是让你闭嘴 蓝天愚 我呀说话是有点不好听 但是呢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其实最讨厌男人说什么 等等喽 口律口律喽 这一类的话 余姐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让人觉得不够真诚 躲躲闪闪的 没错 这种男人太小气了 不是 这怎么就小气了呢 这种事 总得先琢磨琢磨两个人 合适不合适 性格呀 习惯呀 双方的需求啊 这种事总得想想吧 所以啊 还是性格上有些不合适 老蓝 比较慢 比较面 比较闷 还有点纠结 严重的四平八稳 余老板 比较急比较冲 遇上自己喜欢的 就掏心掏肺真性情无付出 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是 看法不一致 步调不一致 我也觉得 谈恋爱 就应该 遮遮掩掩 萌萌萌萌 一约约 对不对 你们也别争了 也别讨论了 你不是给我三天的时间吗 好 我答应你 三天之后 给你答复 好 痛快